看起來只是一個小小的護身符 但是裡面大有玄機 因為這個是人們口中常常提到的 邪惡的泰國佛牌 這種佛牌 在台灣有許多人拿來佩戴 但是不了解的人 總是覺得泰國佛牌感覺陰陰的 沒有好好處理 是不是會帶來厄運呢 保佑平安招來厄運 一線之間天差地遠 尤其泰國佛牌又分成了羊牌和鬼牌 羊牌的製作過程是用聖土花粉或是草藥 不停的柔和過程中還要附送經文 費時十天到一年的時間 最後完成還要請高僧來加持 才算把這個羊牌給做好 那鬼牌呢 鬼牌的製作過程光聽了就讓人毛骨悚然 這是泰國的一個叫學生妹的佛牌 那這個學生妹當初是一絲兩命 她是親生的 研究佛牌已經有十六年的小節 她手上的這塊鬼牌叫做學生妹 生前是一位未成年的女學生 因為被男友使亂中氣 事後又發現自己懷孕了 一時想不開竟然燒探親生 這個親生的王子後來家屬就把他送到寺廟的時候 師父說親生的話是不能投胎的 失去摯愛的女兒已經非常的痛了 還聽到師父說女兒不能投胎 要在人世間當起孤魂野鬼 也因為這樣寺廟的師父就說 要不然就把你女兒做成鬼牌 來化解這個問題 那師父就說你還有一個方法 我們把它做成佛牌 幫助人世間的人 讓他自己積功德 讓他早日投胎 許多的鬼牌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 要讓他們的魂住進這個牌子裡 讓人佩戴 就必須取自於死者的生前相關物品 後面的話這個下面是特殊的 特殊油 那裡面還有掺杂粉土 還有這個當初學生妹的頭髮 一些相關的東西 這一塊叫裹絲布 然後在最上面金色的是叫愛情合合 利用往生者的毛髮跟遺物製造出來的鬼牌 再替信徒實現願望 這樣的做法 其實跟台灣的養小鬼有一點相似 也因為這樣 很多人就開始懷疑 難道鬼牌不會反噬信徒嗎 佛牌一定都是師父做的 師父不會做不好的佛牌給信徒 竟然不會做不好的佛牌給信徒 所以即使是鬼牌 神牌不管是什麼牌 都一定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有問題都是存在在人 而不是在人 小捷就有說到 鬼牌幫助信徒實現願望 同時也在替自己基因德 只有一種狀況 才有可能被鬼牌反噬 那就是你答應鬼牌要做的事情 你沒有做到 才有可能被鬼牌小小的警告 這樣神奇的力量 就連國際巨星馮迪索 在拍文命關頭70 也請了一尊佛牌掛在脖子上 我的好幸運 在拍電影 像是在《鬼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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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迎刃而解 難道這個佛牌明明中 真的有在保佑嗎 這讓泰國宗教 又蒙上一層讓人猜不透 看不明的神秘面紗 但是說到這個 最著名的就是 四面佛 拜四面佛要還願 這是所有信徒都知道的事情 已經不是新聞 如果你沒有還願 那很有可能會被四面佛做出警告 就連來跳還願舞的舞者如果爽約 很有可能也會遭到處分 不要說你不信 活生生的案例就在眼前 她是妞妞 是一名專業的舞者 時常接還願舞的跳舞工作 有一次她答應要出席跳舞 卻恰巧地遇上另外一個案子 於是就缺席了四面佛的還願舞 沒多久 奇怪的事情漸漸發生 就之前有答應信徒 所以有時間要幫她跳還願舞 但是那陣子就在中南部 接跳舞的工作比較忙 都沒有時間回台北 然後因為跳舞忙 然後腰就有點不舒服 就想說那我那陣子 就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等腰好的再來還願 可是那陣子就是腰的狀況 就越來越嚴重 然後有時候還會做噩夢 妞妞開始感到不安 甚至擔心自己的腰要是沒有好 會不會影響生技 但她始終不明白 怎麼腰會突然間的痠痛呢 這個時候她想到 自己要答應跳還願舞沒跳 會不會跟這個事情有所關聯 想到這 妞妞馬上排時間 回去跳還願舞 很神奇 就是跳完沒多久就康復了 就是都沒有看醫生 就自己做好了 從此之後 只要妞妞接到了四面佛的跳還願舞工作 一定順時出席 想在四面佛面前現舞 就跟台灣的民俗法式一樣 表演前舞者要沐浴晉升 遵守戒律 要帶著沈浸的心情這樣子 那有一些舞者 他可能比較要求 他甚至會先晉升 或是吃素 或者是 他可能自己覺得 大姨媽有機會 他就會那陣子 就是暫停街表演這樣 畢竟是跳給神明看的 多一份謹慎 就是多一份尊重 只不過讓人好奇 崇高的四面佛 怎麼會喜歡看火辣的燕舞呢 原來這跟泰國的一個傳說有關 傳聞泰國遊民鄉下的女子 來到了曼谷打拼工作 但沒想到最後竟然是身無分文 他最後向四面佛祈求了一個 發財的願望 這名女子許願發財 親自跳還願舞的故事 迅速蔓延開來 其他信徒也開始前鋪後繼的模仿 從此拜四面佛要還願 除了鮮花水果之外 跳舞又是多了另外一種選擇 不過仔細看 在泰國跳還願舞的舞者 他們的穿著打扮都比較傳統 比較保守 但是在台灣 卻是穿著相當的火辣性感 原來這是跟台灣的一個民俗文化 所影響導致的 台灣從南到北廟會活動 不免請來電子滑車 而電子滑車上面的舞者 穿著多半都是性感火辣 至於有求必應的四面佛 之所以看重還願 是因為四面佛相當注重信守承諾 如果你飲水思源來講的話 不會注重你在人世間做事情就不會成功 你求四面佛就是四面嘛 做什麼事情就是講求信用 希望信徒懂得飲水思源遵守諾言 才讓小心眼和愛看跳燕舞 成為了四面佛的錯誤標籤 甚至可以說四面佛背了一個大黑鍋 但不管是佛牌還是四面佛 宗教最主要的力量是安定人心 所以信徒千萬不要過分迷信 免得迷失自己